画面中这名车主站在路边 看着被大树压倒的爱车 监管帮他的脸打上马赛克 依旧感受到他满满无奈 因为而好上午北市明明没啥风 这路数却硬身倒下 还压倒路边两台车 时间回到上午11点多 一名骑士才刚经过这路段 路数却突然自动倒下 所幸无人受伤 只有两位车主心理跟荷包很受伤 而无奈的还有中山区这栋住户 因为一旁15楼高的掉臂 就这样在空中晃啊晃晃啊晃 我看他那个常常都像我们这边 没玩意 没办法 看起来是蛮危险的 附近住户先走走 而议员也喊了好几天 监管处也表示说 这个塔掉的这个刹车必须要放掉 让他随着风旋转才会比较安全 不过因为该工地该建案 离民众住户的家里只有六米宽的距离 不只台风越来越接近台北市 距离国庆晚会也到最后阶段 看一下整个场地的補置 以及当然今天各项风的 看看大巨蛋 也要看看小鸡蛋 市长下一站到市场视察菜价 却遇到呛瞎民众 有市民不满无风无雨 为何要放假 但也有认为有万安就心安 台风假怎么放 是政治考量还是天后因素 不论放不放 总有几家欢喜 几家哀愁 比喻毕业新闻 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